自营车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但要说感情那可能是最深的 1949年中国自营车的年产量只有1.5万辆左右 1950年 新中国第一个国产化自营车品牌 飞哥在天津诞生 1958年 上海267家小厂合并 这就是凤凰自营车厂的前身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自营车是结婚必备的三转异响 谁家自营车丢了 公安机关和派人侦破 到了80年代 自营车的普及率达到顶峰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自行车 飞哥 永久 凤凰是很多人的幸福文艺 全国共有自营车厂60多家 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 自营车大国也成为中国的标签之一 自营车保有料达到5亿两 到了90年代末 随着私家车 城市公交 电动车的信息 自营车开始衰落 再加上捷安特等外来者冲击 折叠车 山地车 变速车 赛车 遍地开花 自行车告别逮捕功能成为了运动工具 到了2016年 已经进入汽车社会的人们突然发现 自营车迎来了第二春 一对互联网架自营车催生共享单车 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出行空点 老百姓和政府齐心较好 大量资本立即疯狂烧钱 目前至少有25个共享单车品牌出现的大街小巷 进入2017年 OFO摩拜两大品牌拼杀愈演愈烈 拼命投放免费骑行 传统自营车企则抓住了救命岛槽 飞鸽与OFO达成战略合作后 每月产量增加到40万辆 永久携手优败杀入战局 天津复制达2017年收获OFO1000万辆订单 但随着投入车量越来越多 乱停乱放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共享单车临界点引导 自营车这个第二车能维持多久呢